其實我對台灣的教育系統 我是很很失望 就是你看第一個你要穿 你這是一個號碼 對不對 你如果進去 每個都一樣 然後考試 要是學東西都一樣 就是要跟老師說什麼 你就是要百分之百扣比他的 不能有這種想法 是不是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就是要百分百 不然沒有 你就是被扣分 不說啦 就是觀光出來之後 亂丟垃圾的那個垃圾率 這樣低了三層那麼多 所以大家都很怕觀光地野 因為觀光地野上面有一把刀 看到有那麼低了的時候就 砍下去 你是什麼星座呢 所以我說我想都沒想 然後就回答 我是天秤座 天秤座不OK 不不 就是這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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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 基本上的基本都是做得很好 生活技能都還OK 是不是 對 對 我就是要講這個 對 有 這三個已經是已經夠了 對 其他的沒有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 然後你們的健保系統 是全世界拍的前幾名的 超級好 對 絕對前三名 對 是不是 然後你們的接運 我上次看一個報告 他是全世界第一名 台北 台北接運 是 第一名 對 連續幾年評比都第一名 是不是 又乾淨 對 都是非常非常 講得我屁股越來越高了 等一下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三十分沒有 好 可以 好 就不用說了... 沒有啦 還是要... 要三十分講很久 沒有...我講快一點 就是回到我剛剛前面講過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我對台灣的 教育系統我是很... 很失望 就是你看第一個 你要穿 你這是一個號碼 對不對 你如果進去 每個都一樣 然後考試 要是學東西都一樣 就是要跟老師說什麼 你就是要百分之百 不然沒有 你就是被扣粉 真的 他就是扒他 你已經砍起來每個都一樣 頭髮也一樣 好像笑阿兵哥 你像工廠做出來的 對不對 就是機器人... 然後做出來 然後給哪些大老闆 便宜的給你們上班 他們很會聽話 對 都是聽老師 聽阿嬤 聽媽媽的 現在是聽老闆 對不對 沒有這個謠言 就... 對不對 沒有什麼個人話 所以我覺得每次來這邊 看你們哪些藝人 我都覺得你們是更通常的 台灣人不一樣 你們是不是 因為我們都不念詩 我們是不是 你們剛剛一山捷克才醒來 對 對 睡覺 一山捷克的第三長才醒來 對 對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 比較像我們西方那邊的人 所以我是滿西方 所以這樣子 台灣的小朋友真的很可憐 而且你到時候 你長大了 你出來 你就是根本沒有什麼 什麼個人的個性嘛 我覺得以前 我們如果想法太多 老師會覺得 你是來找麻煩 對 對 主觀意識都是壞小 對 就是我們會被框框框住 然後久了就習慣 就踏不出那個框框 然後我們都很叛逆 麻煩就是聰明的 真的 對 傻的老師 好大顆喔 亂丟垃圾神明在看 對... 你就看到這一個神明 看著你的時候 你就有一種心虛的感覺 好 那這個可能 比較遇得多 就是土地公 那還有 財神爺的啦 財神爺也會看到你丟垃圾 那裡就沒有錢了 因為會懲罰你 真的 看到這個會不敢丟耶 對 然後還有不同的 衍生出來 開始有媽祖了 不管你做一生 都有 媽祖就說 正在看喔 不要亂丟垃圾 不然就會罰你錢喔 這樣子 然後聽說 最厲害的神明 是誰呢 是誰 是關公 對 我沒看到關公的耶 對 所以我都有在收集這種招 對 你有在收集嗎 好多喔 關公 從土地公馬祖 然後慢慢收集到關公那邊去 聽說啦 就是關公出來之後 亂丟垃圾的垃圾率 降低了三成那麼多 所以大家都很怕灌地野 因為灌地野上面有一把刀 看到有人丟垃圾就 所以這幾年在台灣越來越多 就從這種看板 神明越來越忙 以前也會有那個柱子上面寫 天國近了 如果你亂丟垃圾 就會越來越近 這種有用 比警察還有用 你會想到 你看到這樣會怕耶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是恐嚇式管理 以前我有參加一個Party 就是很多台灣朋友 還有外國人都參加的Party 然後呢 我遇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她長得很漂亮 不只長得很漂亮 她聊天聊得很 就是聊得細節 所以呢 我剛好坐在她的旁邊 所以就跟她聊天 然後聊得還蠻開心 我有感覺到 她對我好感 當然我也對她好感 所以她就問我 你是什麼星座呢 所以我說 我想都沒想 我就回答 我是天秤座 天秤座不OK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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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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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衰啊 什麼都沒說 她沒有講 但是她剛剛笑容了 她的臉都突然消失了 沒有笑容 她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就問她 天秤座有什麼問題嗎 她說 天秤座難道上不行 她們都很花心 我雖然是天秤座 但是我不會 不會花心 也不會出圍 我就會很專情的 好不好 你講這兩個 為什麼那麼小聲 而且通常講這種話 就是最花心的 對 天秤座 對 她說我沒有睡 我沒有睡 對 那個叫做天秤座騎士 OK 然後呢 我就一直跟她解釋啊 但是呢 她給我 最後 講的是 講的話就 讓我都 徹底那個挫折 因為她說 因為 我之前的男朋友 是天秤座 所以她很花心 她有出軌 所以我 自己發誓 以後不會 再也不會 跟那個天秤座的男生交往 我這樣子 對 沒有被星座就甩了 如果你說你是雙魚座 你更慘了 真的 真的 你要開心 所以你覺得台灣人只要一聊到星座 就沒有理智了